庆祝释迦摩尼佛 2557年圣诞 基隆士佛教会早上在文化中心广场 举办释迦摩尼佛 2557年圣诞玉佛大典 场面庄严隆重 本来这个是农历四月初八 因为我们基隆士佛教会 算是佛教的一个联合的社团 所以因为各寺院要玉佛 我们就在另外一个日子 联合全基隆市的各寺院 还有请我们的市政府 请我们的市长 议长来领导我们 也感谢我们全基隆市的市民 踊跃的来参加玉佛大典 玉佛大典现场贵宾云集 包含市长赵通融 议长黄景泰 吉利委谢国良等府会首长和明代出席 并为佛祖今生沐浴 我们佛教会我们庆祝 我们释迦摩尼火 2557年圣诞的益活节 我想我们来自全国的 我们各佛教会的各位团体 都亲自来参与 我们前世的我们佛教团体 也都在一起来 我想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我们释迦摩尼火的一个 圣诞的一个益活节 一年一度的佛祖诞辰御佛节 我们吉隆市佛教会 都有举办非常殊胜的御佛法会 祈求我们吉隆市市运苍隆 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是平平安安 各行各业都是万事兴容 也希望我们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每一天都用虔诚沉浸的心 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子 每一年固定都有的这个 玉佛大典 那这个玉佛大典 非常庄严隆重 事实上佛教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 有非常多的信徒 佛教的精神 慈悲向善 也一直是我们在地方上 服务所秉持的精神 希望用纯净的心 把虔诚的心在地方上来做事 为地方服务 玉佛大典上 许多宗教团体与信众参与 共同庆祝释迦牟尼佛 2557年圣诞 记者专军云 采访报导